假唱成风,歌手花钱顾本思,选秀比赛按相操作,这些音乐圈的潜规则早已是陈词烂调,陈年旧式,现在是只要你愿意花钱,就可以随便发单曲,人人都可以当歌手的年代,所谓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这些潜规则早已秘密升级, 记者特别采访了唱片公司资深宣传,音乐制作人,乐评人等多位音乐人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音乐圈的潜规则和黑幕吧,唱片界的潜规则,买榜黑幕,被媒体和公众议论了很多年,但无论歌手还是电台,对这个话题一直是竭力回避,不是矢口否认,已经在内地某唱片公司担任五年宣传的小刘告诉记者, 日常联系电台推歌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,如果想要推一人新歌上电台榜单,就要先购买所谓的电台广告,8万8,10万8,12万8,14万8,这几种价位套餐随你选,价位越高上版的可能性就越大, 这种以广告的名义,表面上做宣传广告,实际上是在卖榜,如果一次买好几个月的广告,那么年底的伴奖礼拿奖也就可以稍微谈一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